騎上庇護島的女騎士 連人帶車往外滑慘衰勒慘 還有這位阿婆可以減速 慢慢騎上庇護島 但下了坡桿池 車身隨即搖搖晃晃 怕得醫生臉部著地 膝蓋胸口頭部都受了傷 看起來很亮 但是其實都很暗喔 千萬不要騎上來喔 要不然你就會像那個阿婆這樣 又撞到頭了 一撞再撞的地點位於北港 大面積的庇護島 剛施坐好不久 路面光滑平坦 水泥銜接處出現 約15公分的高低落差 網友開玩笑的說 騎下來人身鏡頭也到了 人行道做得像小廣場 即便警方連忙回覆留言 告知汽機車不能駛入 底下網友忍不住質疑 阿Sir這設計沒問題嗎 這都分開了 都不只站下去了 一整個不下去了 就撞下去了 對 就撞下去了 這整個在這裡撞下去了 有這個車子 剛剛在旁邊的 這裡都健康 所以人都在那騎來騎去 庇護島並非平白無故多出來 這是北港鎮公所為的改善危險路口 保障行人過馬路時等紅燈 可停等的區域 防止車輛內輪差及死角 目前在台十九跟民主路口等五處已經實作好 但鎮公所也表示 無論行人或車輛都需要一段適應期 目前暫時不會再新增庇護道 三零新聞內部的雲林報導